再富豐豐就能吃 我們在WEB TV Extra 黃富豐豐豐豐 我們那個團體的再富豐就能使得 再是錯字 因為當初我只是想要把那個 我自己很愛拍影片 然後就想說 電腦能量不夠 就把它上傳到Facebook的粉絲團 因為它可以一直放進去 有點像一個 影片庫的資料夾這樣子 然後 就隨便拿幾個字 然後就是公開 不知道為什麼隔天睡起來就是好習慣 就是因為比較瘋狂的影片 就是可能砸手機之類 因為我自己就是很喜歡做瘋狂的事情 像我們影片一開始就是以瘋狂為主 就是人家不敢做的事情 我們把它做出來 就是吃麵包蟲 甚至有點像以前的Circus 對就是我們會 還有什麼 麻童洗頭 就用麻童洗頭 就整個塞進去 還有蟑螂 水 蟑螂拍水裡面 然後搖一搖 然後噴在臉上 我們從 開本專制以來 到現在已經快三年 然後我們已經拍了三千多支影片 就是三千多支 就是我們有支影片戶 然後就都會累積 然後現在已經有 當然是 我們還是九成九是原創的 因為他的人生喔 遇到很多梗 真的 草底上很多梗 讓他臉打 對 你這句話也會被 要見掉 所以他是用他人生的梗 來做梗 因為我這人生 做得太多 活得很沒有意義 不是啦 我遇到太多很瞎的事情 所以 屁孩的東西啊 我也走過 所以我都知道那些東西 所以我想要把它 拍出來 那個 機身影片是拍了三小時 才有成功 對 對 然後那個位置數 他已經算是數了 對 然後我就是 類似就是搞笑生活 然後就從來跑步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會跟人家對搶的 對 對 就是因為佛琳做了一首 就是小屁孩 這首歌 對 那時候我其實還蠻抗拒 我還問他說 我可以不要唱 他就說不行 我想說 這是工作 就是把自己陷入 當成是一個唱歌 然後就加演員 的那種感覺 就是把這個心情 詮釋出來 結果我沒有想到 一唱的時候 就這支影片 比我的Blushing Line 還多人感 因為我們走的風格 比較沒有人嘗試過 就例如抱怨系列 或是 互表系列 就是罵來罵去的 或是 中肯系列 對 我們就只講出 人家不敢講的東西 其實我們很常會 讓我們遭遇到酸美 或是正義什麼的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必須一開始就是客服的 因為 例如我們走出來 本來就不是屬於 超美超正統 像明星那類類的 就是我們其實很認真 超開心的東西 你做一件事情 有開心有熱情 你就會成功 那種玻璃心啦 對 要有鋼魚 要有鋼魚 要有鋼魚的心 要有鋼魚的心 對啊 就好像人家說 叫你演白癡 你要覺得很白 好好喔 這輩子最愛可以演這個 對啊 不要怕 真的 你比較喜歡 你的狗 每一件事情 都是一個挑戰 都很好看 人生吧 對人家罵也是一種樂趣 因為你知道人家對人家 對你 有什麼點像 對啊 如果說影片倒的都叫好 是你會有一點 很困難 很困難 但是你們要罵的話 就罵那個 謝局或者用過去 其實網路最快的就是 狂對不對 就是 也不要 狂 就是你要去 做事 你時候做事 沒有啦 其實你做那個是360 做事要開心 你不開心你不會成功 但是我覺得也跟以前的藝人一樣 就是要好 比方一開始就想著利益 利益是像人家說 做工作人員會有利益 但是你一定要先有利益 所以你一開始一定好 把你的人性好 讓你高的時候 你再來跟人家談費用 回去用 因為有很多人想要紅 他們都看著說 哇 這樣很風光 然後錢就可以這樣大把大把判斷 但其實真的是前面很辛苦 對 現在沒有買吃得很早 熱情跟開心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夜市特工 我在WebTV Asia 網路紅人誌